可能你現在正在聽的是 正向分析七宗罪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這宗真是獨家的 這個地拖腳棍原是說得對的 真是獨家的 不是假獨家 因為是我們的 盲友告訴我 其實 問題就是何國榮的夫妻 都是信了一件事 就是西醫陰謀論 或者叫做反西醫陰謀論 他不相信西醫 即是不相信主流的醫學 其實很慘 其實只相信 alternative medicine 的人 因為癌症而死 其實很多 其實梅艷芳也是 我再勸一次 可以叫做癌症病人家屬 一直都會有些人叫你不要相信西醫 一定的 家裡有人有癌症 一定會有人叫你不要做手術 不要相信西醫 西醫不行的 其實 真正有系統去研究癌症這個病 其實癌症有很多種 我笼統一點說 研究癌症 其實真的只有主流醫學 是有研究的 當你不相信主流醫學的時候 你有癌症 我舉個例子 你有癌症 你不相信主流醫學 這就是何國榮太太 她當時的情況 就是他們兩夫妻都不相信主流醫學 其實是 很奇怪 其實之前何國榮有事的時候 何國榮之前也生過癌症 其實她之前也做手術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19年之後她的病人變得很厲害 為什麼說19年之後變得很厲害 其實有個分水靈 因為 我知道 這是網友爆料的 她兩夫妻 一直都是 經常聽神驅和聽阿蕭 你聽神驅和聽阿蕭 其實也是很糟糕的 就是我的看法 阿蕭當然也好一點 但是你經常聽神驅和阿蕭 其實當然是糟糕的 當然她還有一件事 就是她相信了 那些反西醫的網站 就是經常有陰謀論 就是西方醫學界一個騙局 就是什麼 老實說 現在的主流醫學 不是真的可以醫到很多癌症 但是 起碼 用手術、食藥 和化療、電療等 是可以控制到 那些癌細胞的 而且有些人本來 一開始發現有癌症的時候 其實有些人是很容易處理得到的 其實就是電療、化療 或者割了她 其實已經可以多十年的生命 其實有很多人都是這樣的看法 那KW王說 加英哥是不是用狀醫醫癌症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Cindy Lamb說 反主流醫學的人 都很可悲 其實何國榮 他之前 自己 年輕的時候 他本來是獨醫的 但當然他沒有完成他的學業 他在澳洲沒有完成學業 他就在香港追夢 這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 他們兩夫婦其實很好人 這個世界就是這麼嚴重的 有時候就是 好人才會被人害到 因為有些人就會針對好人 去傳播一些假訊息 其實是 Raymond Lee還說 有小培四小寶 也是 也是有這件事情 何利勇的時候 很多人都在19年 突然之間變成另一個人 Packy 張一一就說自己是醫生 反而不相信 其實他還不是醫生的 他還不是醫生 他還不是醫生 那麼 現在我也要說 現在的情況 他為什麼會這麼慘呢 其實 結果 他太太是怎樣的呢 他太太一直都是用致烈療法 其實他有病 本來應該是看西醫 他不相信西醫 他就不斷用致烈療法 結果 就是去年11月的時候 就是因為癌症細細 然後 我用細細 其實不是很準確 也是有離細 離細會比較適合 用細細也不是那麼好 對家人來說 可能很重要也是細細 但是 因為用細字會被人罵 細字不適合 那就離細吧 好嗎 然後何國榮 他 原來 精神開始有問題 他就一直 不肯承認 他太太是死了 KW王 又說何先生是獸醫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獸醫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是一個演員 好了 新英英說何先生在新南威爾斯讀醫 但他沒有完成他的學業 我一定要說 所以他嚴格來說不是醫生 那 Eddie Kang 就有癌症 一定要相信西醫 其實 又不要只相信西醫和中醫 其實 國內就是中西結合的 中西結合我都認為是可順 但是 不要單純聽一邊的人說 一定不可以做手術 一定不可以化療 一定不可以電療 現在市面上一直有很多人敢說 不可以化療 不可以電療 不可以做手術 你這三樣東西都不做的話 癌細胞是控制不了的 在一個人體裡面 其實一定控制不了 我告訴大家 這個現實 就算是國內中西結合 很多時候癌症也是要開刀的 他不能不開刀 因為沒有辦法縮那個癌細胞 其實是 我也是講現實而已 何里旭就說 自然療法 小病小痛才可以試一下 但是 不好就要正時病情 這個也是 Sylvia Leung說 早發現不適當處理 小事會變成大事 沒錯 癌症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要靠早干預 早介入 早處理 這樣才會好很多 Daisy Story說 很多人慢慢都不相信西醫 我也是一樣的 有癌症 但是不相信西醫 走到亞洲看醫生 結果很快就走 其實是這樣的 是 我看過很多這些例子 就是 西醫又不相信 中醫又不相信 結果等死 是很多這些情況 我不是說自然療法不行 自然療法 有些病是真的可以的 但是你說 相信自然療法 不相信傳統醫學 不要說傳統了 不相信主流醫學 應該這麼說 不相信主流醫學 其實是會很嚴重的 我知道的事情 就是 這個蠻友是他們的親友 他就爆了一些資料給我聽 就是 其實 何國仁的太太和姐姐 她本來就是 因為她的姐姐也是有病的 其實 何國榮 她的夫妻很好人 這個一定要先說 這樣 也很照顧她姐姐的 本來就一起住 本來一起在西港那裡住 但是 接著 就是 結果她姐姐也要搬到她的家 因為 何國榮 在去年的11月已經開始 不肯承認 她 太太已經走了 變得很難相處 那 我說得有點嚴謹 因為我聽到 我其實很不開心 為什麼呢? 其實我很 反對那些人 就是 不面對現實 但是也沒有辦法 就是 他們人好 但是他們又不面對現實 有時候也幫不到 這些情況也是 那 自從 她太太死了之後 她姐姐也沒有辦法 跟何國榮一起住 因為變得很難相處 那 結果兩天之前 就是 何國榮的 太太的 她姐姐 失去了跟她的聯絡 失去了跟她的聯絡 然後就找鄰居問 都擔心何國榮的情況 然後就去家裡找 沒有人認 只有她姐姐 有 何國榮的家裡鑰匙 只有她太太的姐姐 有何國榮的家裡鑰匙 結果 在 昨晚 10點 何國榮太太的姐姐 趕到她的時候 何國榮已經燒炭走了 其實 何國榮 兩夫婦很好人 一直都很關心 身邊的人 是朋友的朋友很關心 親友也很關心 兩夫婦很好人 很好人 平時是很關心身邊的人 但是 根據她姐姐說的 何國榮太太的姐姐說的 就是 無奈她走火入魔 連家裡 家裡自己的命也不要 現在連命也不要 其實這個情況很可憐 看到 我看到 我看到 其實 這個訊息 在今早做神芒的時候 我已經看了 不過我就不敢說 因為裡面有些很私隱的事情 但接著我就想想 不行 問一下 那個芒友可不可以說 為什麼 一定要問一下那個芒友可不可以說 芒友說可以說 就是因為 要分享一下她 究竟為什麼會 就是 尤其是 她太太 為什麼有癌症 出問題 就是 只信自煉療法 你說 我有沒有根據 我就可以坦白說 我沒有根據 但是 我知道的事情 她們的親友都認為 何國雲的太太 就是因為 她不相信 主流醫學 一直都是搞自然療法 這個我想 提醒大家 不幸運 有癌症 其實我知道 有其他芒友也有癌症 不幸運 中了一招有癌症 其實很多時候癌症 只要 儘早處理好 主流醫學 有很多是處理得到的 不是處理不到的 譬如你皮膚癌 皮膚癌 你可以做手術 很快的 如果遲了去做 其實問題很大 譬如舉個例子 乳癌 其實很多事情可以割掉 割掉的話 你起碼多了十幾二十年命的 一割掉的話 就多了十幾二十年命的 你不割掉的話 任由她在那裡生病的話 幾個月就離開了 其實我是見過這些例子 我不怕跟大家說 我見過一些老人家 快生癌症 不肯處理 其實不可以說是老人家 其實有很多只有六十歲 我說說是老人家 其實也不對 六十歲現在也是中年 根據一個前特區政府官員說 六十五歲也是中年而已 中年的人 有癌症 他拖著拖著去死 其實就是這樣 那 Sylvia Leung說 家人應該帶何國人的體術 沒有辦法 帶不到 現實就是 現在知道的東西 帶不到 沒有辦法相處 其實 就是 走火入魔 某程度上 因為太偏激 又不聽別人說 其實就很嚴重了 這是很慘的一件事 那 Sylvia Leung問了一個問題 有時候想夫妻關係 或者親人關係太好 是不是一件好事 其實 關係好不是壞事 關係好不可能是壞事 我的看法就是 但是 有些事情 真的要多些基礎的常識 我的看法就是 大舊就說 相信他對太太的感情很深 所以沒有辦法接受太太離去的事實 也是 我也認為他 他這個人是好人 但是 這個世界很糟糕的時候 就是 我認為介紹自然療法給他的人 也未必是壞人 我的看法就是 這個世界很多時候就是 好人害好人 介紹自然療法給他的人 也可能是想他好的 但是 有些事情 不是說 你這個人好 你做的事情一定是對的 就是 現實就是這樣 我只能夠說 那 Alvers Yuen就說 這樣都可以令到他萬念俱灰 那些人真的很毒 這個是沒辦法的 我也說 當你這個人變得很偏激的時候 你主流的事情你不相信 其實 有些事情是很嚴重的 主流的事情 其實 有時候好像醫學 主流醫學 主流科學 那些事情 他不會錯到哪裏 錯的時候 他一定會有人出來說 現在走錯了方向 走錯了方向 現在要糾正 整件事就可以變得更好 但是 他就相信了一些比較偏激的事情 看到的就是這樣 知道的情況就是這樣 螢幕為何同意分享這件事呢 其實我也要說 就是因為 那些宣傳自然療法 叫人不要相信西醫的人 實在是害人不淺的 真的太離譜了 其實 其實 我聽過很多這些案子 就是 生癌症的人 就是信自然療法 不信主流 醫學 結果 差不多 很快 本來 就算醫生告訴你 你還有很多年 你只要做了手術 就沒事了 其實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如果是早期發現 生癌症 那些醫生也是跟你說的 做了手術 割了 就沒事了 就跟普通人一樣 但是 有些人不相信這件事 有些人覺得 吃藥 或者做一些自然療法的事情 就可以令到癌症 縮起來 那些事情 其實很多情況下都不會 我也說過現實給大家聽 所以 西醫的干預手段 可能會令到你的身體 手大的傷害 例如做大手術 那些事情 但是 他們成功的例子是很多 我也說過事實給大家聽 而且 是很多人去研究 如何醫治這些病 你說自然療法的那些 醫生有沒有去研究一下 如何醫治療症 我告訴你 是沒有的 我為什麼 經常看到這些事情 我一定會發聲 就是 因為我有親人 其實不止一個親人 是癌症走的 我告訴大家 我看到這些事情 很多 每一次我看到有人 說 吃四小寶 不要做手術 那些 我是著火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叫人吃四小寶 那些 很多時候 令到那個人的病情 拖得 沒得醫 其實是 我告訴大家 一個現實 給大家聽 Eddie Kent 說 姐姐發現有癌症 做化療 沒有發作已經有三年 其實現在根本 醫癌很厲害 又有化療 又有標靶藥 根本 主流醫學 現在已經有很多方法 可以 醫治癌症 還有什麼 癌症 因為癌症有很多種 什麼癌症 用什麼藥是可以的 什麼藥是不行的 他們全部都有研究的 你說那些藥廠騙人 有些人現在經常宣揚一些陰謀論 就是那些藥廠騙人 我告訴大家 那些藥廠是否真的騙人 我就是知道 那些藥廠做了很多藥 真的可以醫治人 那些說藥廠騙人的那些人 他賣那些 什麼四小寶的那些 根本 是沒有效的 很多人就是因為 吃那些什麼自然的東西 四小寶 拖了病情 搞得 醫不好的 我也說 自然療法的那些一定不行 我也說 但是 你推自然療法的人 叫人不要相信傳統 或者不要說傳統 或者叫做主流醫學的 是害死很多人 是害死很多人 那些東西 那 蕭米餅就說 但是醫生不會百分百 擔保傳遇 但是 賣自然療法的人 就吹得很大 所以很容易騙到病人 還有他們經常會說一件事就是 說一些陰謀論 藥廠鑽來騙人 西醫鑽來騙人 西醫鑽來騙人 為什麼這麼容易相信呢? 因為真的有西醫和藥廠鑽來騙人 但是我要說 就算有這些人 但是也不是整個體系有問題 你要明白 就是 有些人會做一些壞事 其實這個世界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有些人會做壞事 但是不代表 在那個體系裡面的全部人都是做壞事 我講到這裡就算了 那 講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 回來講一下鄭啟太 因為鄭啟太原來真的死了 休息一會兒 我是很誇張的 我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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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by bwd6 by bwd6